欢迎回到梦想街五十俏 廖小姐你除了这个希望王先生退你们钱之外的话 听说当时他们有会愿意退给你们是不是 他那个时候我们是一直跟他说 那你们帮我们吃掉 结果的话他就说那我去帮你瞧 因为妈妈一直请他可以帮忙这样子 结果他说他瞧了总共要 只能退我们总价的百分之 就是要扣掉百分之二十五 总价的百分之二十五 对他要扣掉 相近一千八百万的房子要扣百分之二十五 可是妈妈只缴了第一期的款 对所以他现在说 因为我们缴了两百一十八万 那要扣掉总价的百分之二十五 所以他说算一算只能够退我们六十几万 然后妈妈说那六十几万你要吗 他说他不要 所以他这里在line上面 他才会有写一个 总价三百七十万三分之一 所以三分之一是妈妈的三分之一 所以人民币是一二三三三三三三 所以乘以百分之二十五 所以只剩下三十三万多块的人民币 所以是六十几万 可是他说他现在已经帮我们瞧到 可以退我们一百万 对所以就是line这边写说 现在瞧到一百万就对了 这个人是王先生 所以王先生跑去跟地产公司去瞧这样子 对 这是他给我们的回应 那后来你们有没有要这一百万 我们就说那你一百万先还我们 就是你如果有那一百万就先还我们 然后他就说 他说原本说十月底要还给我们 结果后来没想到到又现在要延到十月十号 林副佳斯他的最好的处理方式是什么 就是看人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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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